台湾在国际赛事传来捷报 在印度举办的国际蒂科奥林匹亚竞赛 27个参赛国家中 台湾拿下了三面金牌一面银牌 和南韩并列冠军 也是这项比赛开办七届以来的七连霸 个人成绩排名方面 台南艺中张珍艳勇夺世界第四 是我国选手中的最佳成绩 我觉得他们的题目 就是地质石桌这部分 他的选项似是而非 就是你要去猜想 那个教授到底要你回答怎样的问题 就是每个选项看起来都可以选 但是又好像不能选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 应该说 我觉得台湾在这方面的训练是足够 但是可能在考试当下 想把这决定的那一部分的分数 这一部分伤得还蛮重要 台湾除了勇夺三金一银 在跨国分组竞赛中 张珍艳还另外获得了 国际团队野外考察赢奖 建中学生吴俊儒 则获得地球系统专题讨论铜奖 不过本届90名参赛学生中 个人成绩第一名来自泰国 日本今年虽然只获得一面金牌 但总成绩是世界第三 显示其他国家的实力正在进步 今年很意外的就是泰国得到全部的第一名 这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在前五届第一名都是台湾 到前两届开始 第一名有时候被韩国拿走 但是今年就换到泰国 我觉得金牌的这样的分配 其实对整个DK Olympia来讲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就代表说 不是只有一两个国家在竞争 台湾是历届地科奥赛的常胜军 这次不负众望完成七连霸 总统马英九也在第一时间拍发贺电 感谢四名学生洋育国际为国争光 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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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